我們到底點了什麼 其實我直接不知道 沒關係 沒關係 早安 好早 現在是早上的5點40分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美國 第一次去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是旅遊的方式去耶 因為之前都是飛去的 這應該也算是日本快開放不需要簽證 商務簽就可以進去的時間 所以其實太多人到日本 但後來還是發現有些人沒有準備好 就是你的買SOS通關一定要Pass過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隨身還是要攜帶小黃卡 或者是網路上 網路上可以下載電子的 我覺得電子的很讚 我今天也要下載一下 因為不然小黃卡感覺很容易掉 好啦 我們要進去了 你才興奮吧 你有多興奮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來 結帳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美一帆美一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打 很快耶 比中心快太多了 好快 記得大家一定要申請買SOS 就會非常快 沒錯 然後什麼都不要帶喔 最近他們比較警戒的是弓箭 不可以把弓箭帶上飛機 也不可以 不知道 可能有一個不好的例子嗎 你看這個興奮的小背影 哈哈哈哈 好新鮮喔 我怎麼都沒看過啊 哈哈哈哈 這有多久沒有來日本 K dies 沒有 Jiam 你 開心嗎 afe 終於買了這個 想好巧喔 有差有差啊 -,面色還是有差 拍起來很美喔 很美 大家在看影片 你落insky 然後捲我的拍了 Yay 我們現在要去的叫做熱田宏來宣賣女飯店 然後這間店非常厲害 有本店跟神宮店是很多人去的 但是我後來好喘喔 讓我喘一下 我查到了一間叫做松阪屋店 就是比較近期才開的 然後大家都說這一間店至少要排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現在是日本時間快五點 他四點半一開 我們就打算先來排隊 因為太餓了 找到了 他在百貨公司裡面 10樓 這個 吃飽他 這邊就只有兩間店 對 不會是包場吧 嗯 啊咧 欸 欸 欸 吃不到 嗯 很可愛 這一隻 這一隻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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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魚肚 嗯 嗯 蚂魚肚 嗯 蚂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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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喜歡 鯛魚肚 稍微 煮 說 rash Thiago 你煒 三目 第一次是先把四分之一的白鱼饭吃掉了 是约会 好酥喔 嗯 它饭好好吃喔 粒粒分明 海鱼葱 海苔酥 第二種吃法加上 双根海苔酥 還有芥末 海苔酥 四分之一的白鱼饭到清湾里面 海苔酥 螭蟹 海苔酥 冬米 海苔酥 海苔酥 超級和風 溫和很多 哇 而且它拌變得好好耶 好吃耶 我應該最喜歡的是 第一種跟第三種 因為第一種就是很純粹 然後整個鰻魚飯的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第三種 就是我喜歡的有湯湯水水吃在一起 很好吃耶 好吃耶 我們真的吃不下了 你盡力 還剩一點點 把那個鰻魚吃完 我覺得就已經很厲害了 幸好大家不要像我這樣 看到貴的就想點 然後還好 如果看了英文菜單發現 其實它只是大小玩的差別而已 小的是4400然後大的是5件多 但我覺得真的小的就很夠 非常非常夠夠 男生吃也夠 很好 好啊 但是很好吃 手也先搭 欸 像這樣 對啊 它是煙燻的 欸 這有的只有我們剛吃的啊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然後照片擋這樣 然後實體擋這樣 欸 欸 什麼啊 傻眼欸 它給它是餅乾喔 我以為裡面是那種鬆鬆人人的吐司耶 真的被嚇到 真的被嚇到 以前我其實小時候很常做噩夢的時候 我不要追過噩夢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如果你的腳交叉 如果你的腳交叉放 嗯 就會睡著了 但是你只要發現自己不做噩夢的時候 就趕快把腳伸直 所以我可以控制啊 然後你就會醒來 哈哈哈哈哈哈 早安 天氣超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 名古屋的這種日式的早餐非常有名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叫做 卡尼花車本店 是一間三十幾年的老咖啡廳 然後因為通常都要排隊 就是不知道今天到底要不要排呢 你們像昨天那麼幸運 是不是可以延續昨天的幸運呢 是說他可能七點開門 然後六點半都是排隊的 對啊 六點多 這麼早起 這樣不用上班 心情會好嗎 卡尼花車本店 別人看了 謝謝 謝謝 是馬馬的香腸 是哪有啊 這有什麼好 romantic 是哪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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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無緣欸 如果是這紅豆有點味 紅豆是味一點 好 виде 好帥 我們在明城公園一出來 然後發現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大學 它叫做明古屋造型大學 我覺得這超級超級特別的耶 它是一個符號組成的 很可愛 然後它整棟建築路就是這樣子白色的格子蓋成的 很漂亮耶 其實有太陽的地方真的就好美喔 高畫質高清的 我們現在要進入這個明古屋城了 感覺很大耶 它買門票進去 金色的 對啊 大人一人五百 五百塊 GO 這個地方是17多多年建造 但是中間因為大火燒毀之後又重新的翻新 所以在2018年才正式的完工 難怪這麼新耶 可是很美 超級漂亮 好累 耶 阿 它躲起來了 買了一個 酒的冰淇淋 好好吃耶 不會很久 可是它酒香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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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這塊 應該很大吧? 不太大 那我們到底點了什麼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沒關係 對 今天這一集就是 店員愛吃的東西 居然會來什麼呢? 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讓我來教你 通常呢,只要講NAMA就好 NAMA就是沒有任何的品牌 只要去旁邊酒屋 第一杯他們一定會點的叫做NAMA 然後實在是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講完這個以後 你就可以切換英文 你就會發現你的詞會僅詞 你開始還想說 這應該不能說日文喔 這個人會講日文喔 喔沒有我只學了兩杯順皮 謝謝 這不是那個民國的那種style 它大概是二分之一 它上面有特別寫它是大雞翅 對 寫大雞翅 這個是店員推薦 然後要淋著醬汁 這蠻像架豬排 對 架豬排 這是店員的最愛 他推薦我們一個架豬排 跟一個鳳梨蝦球 沒有鳳梨蝦球 蝦球哥沒在吃 對 那等一下那個完了 我知道伊拉的義大利麵是什麼口味 番茄義大利麵 番茄肉醬義大利麵 Good 店員說的明古無封義大利麵 這應該是我最期待的吧 到底什麼叫做明古無封義大利麵 這會就是番茄雞蛋義大利麵吧 唉唷 像喔 它騎過完應該都冷 哈哈哈哈 熱溫的 保溫箱 就是這麼小隻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 不是巨大的那一種 不要再巨大了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拔了出來嗎 有那種吃三角骨的感覺 嗯 我也好喜歡三角骨喔 超好吃的 嗯 你覺得明古無三天兩夜 蠻剛好的 我想你也不用在那個 對 土拍更長 就是你可以去更遠的地方 對啊 因為我們想要去的那些地方 根本就超級遠的耶 就如果你只有一天完整的一天 你根本就不可能 不夠 好了 三天兩夜 我們想回家了 每夜12點的飛機 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別的地方玩 掰 不明白為什麼它的明鐵線是機場線 但是我們卻要抬這麼大的樓梯下去 我已經很久沒有抬重路了 對 明古機場大家都很推薦的炸蝦飯糰 專門賣飯糰店有非常多口味 然後它的炸蝦真的蠻大的 是調味沒有特別到 它外面其實裹的不是那個天婦羅的粉耶 它這裡像是一種炸熱狗 熱狗厚的粉 嗯 小朋友會喜歡來這種粉 如果大家登機時間還很充足的話 我覺得二樓很適合來 因為它有非常多餐點 中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連種和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他們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回擊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抵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私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天八點 中天彩兵頻道 張耳廷和您一千同行 最頂級的豪車實價 最熱門的新車長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每週三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全球政經中報二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流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事 這一次跟避險經濟對作 所以讓他們大陪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政府的談判籌碼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 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 核實的問題對不對 因為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同意要跟我們談 每週六日晚上六點 正式上線 新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珍珠包、石斑 與菲利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